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历史解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秀才,举人,近视差别待遇这么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点个订阅,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 秀才,举人,近视差别待遇这么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为什么说金举人,银近视,穷秀才,举人为什么比近视吃香?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历经千年之久,科举制度分为三个阶段,秀才,举人,近视,这三个阶段的差别待遇非常大。 尤其是在古代社会,这种差别更是明显,那么,这三个阶段到底有哪些差别呢?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当中,很多人是通过了寒窗苦读,想着将来能够有机会得到朝廷的重用,这样自己的人生就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其中很多的穷苦人家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对于命运的一个抉择,很多逆天的转变也是在这里发生的,自从是隋唐时期创造了科举以来, 对当时整个的朝廷是起到了人才上面的一个积极作用,毕竟要想着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这其中很大的一些方面就需要做出很多的改进,而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 而在科举考试当中,这秀才,举人和进士自然是其中的三个不同级别的称呼,但是这三个还不是能够一事无忧, 那么这三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高低对比,这个铁饭碗难以程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我们先看看秀才,当时能够成为秀才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如果是中了秀才,他们就成为了朝廷培养的对象, 就会有很多的学府提供给他们,这样就能够有机会参加相试。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有机会进入国子建,此时他们就和举人的地位是一样的, 若是一般的秀才,已经是不必去承担赋税,一些个私塾也是他们生活的保障。 而举人如果是没有入选进士,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大挑战的一个机会, 只要是通过了这次的一个考试,他们还是有机会做官的。 而大举对于考生是有很严格的考量的,其中对于考生的相貌更是有着很大的要求, 举人在整个的社会当中的任职一般是相对底层的, 此时的相貌就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这举人在担任官职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要等待机会的, 毕竟他们不是朝廷统筹安排,即使是有资格当选, 还要看当时官职的一个空缺,否则只能是等待机会, 不过要是中了举人,他们在围观的道路上就少了竞争者。 而如果是考中了进士,那么除去了前三甲是可以直接进入汉林院, 其他很多人还是要通过一些考试来进行官职的任命的, 朝廷会再次根据这考试的名次进行一个高低排比, 其中有这两次之间的一个综合考量可以是获得一些个官职。 当然很多的还是和背景等有关系, 这当然是涉及到了整个朝廷之间的一个和谐, 不过只要能够进入了汉林院,这算是有了铁饭碗, 整个的家族就实现了质的飞跃,通过上面这样的一个对比。 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三者之间是都能够得到朝廷的铁饭碗, 只不过就是机会大小的问题, 但并不是只要考中这三者,就是铁饭碗。 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从没有公民到有公民, 从公民小到公民大,有童生,秀才, 举人近是四个级别,其重秀才和举人再有无缝给。 能否当官两个方面截然不同, 造成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巨大悬殊,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识真实的写照。 童生是没有进学的读书人, 古代的童生与年龄无关, 读书人就是到了八十岁, 只要没有公民都被叫做童生, 童生是体制外的人,不享受任何经济和政治待遇。 秀才是进学的生源, 取得最低一级公民的读书人, 古代的学校又称祥序,洪序,里面通常有盘池, 所以进学的秀才又叫在祥,洪门,入盘, 进入学校接受政府管理的秀才。 每年要接受一次岁考,目的是被督促学习, 三年要接受一次科考,目的是为相识把关。 秀才只是民间承认的读书人, 还进步了市大富的圈子, 而举人就是朝廷承认的读书人, 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了, 虽然是最低层的, 不过那也是老百姓口里的举人老爷了, 而不是穷秀才。 秀才可以见县官不贵, 但是只能免除自己的赋税以及劳役, 举人就可以免除直系亲属的赋税和劳役, 而且举人名下的土地可以免去赋税, 所以有很多来投县的人, 这样穷秀才就变成了新的地主乡身。 秀才可以开办私塾, 但想要进入体制内, 只能给知府或者县令当幕僚, 而举人可以当县城或者教育这样的小官吏, 虽然才八品, 可也是官老爷。 根据明清时期的制度, 通过院士之后可以获得秀才的功名, 秀才继续参加考试才能考中举人, 而举人的地位跟秀才的地位有着很大的悬殊。 首先, 举人是可以做官的, 大官做不了八九品的小官是没问题的, 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大家所熟悉的明朝大清官海瑞, 其实根本就没考过进士, 就是以举人的身份开始做官的。 而且, 举人是可以免除摇曳根赴税的, 如果举人家中有田地的话, 是可以不用交税的。 对于大多数秀才来说, 考上举人不亚于一步登天, 所以即使考到七老八十, 还是想考举人。 由于考举人极难, 所以才有犯进中举的明天, 由于考试不易, 明清时期, 也有举人直接出任低级官职的情况, 考中了举人, 在当地社会就成为有头有脸的士绅, 这一点和秀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实, 秀才与举人的差距, 大家在看小说《如临外史》中范进中举这一段, 就能了解得真切。 范进是个秀才的时候, 没人看得起他, 一旦中了举人, 立刻被周围的人捧上了天, 甚至还有人愿意送给他田窄, 可见, 举人在当时, 要比秀才地位高得多。 古代为什么会有金举人, 阴进是, 穷秀才的说法, 难道举人比进是还要高贵? 这其实与香氏和惠氏的录取率有关。 香氏虽然只省级考试, 但却是科举制度里竞争最激烈的一个环节, 淘汰率之高, 甚至超过了惠氏。 明朝文征明集记载, 相共帅三岁一举, 和一省数俊之事。 群数千人而适之, 拔其三十之一, 生其得卷者约举人, 又和数省所举之事, 群数千人而适之, 拔其十之一, 生其得卷者约进是。 香氏和惠氏都是三年举行一次, 淘汰率却大为不同, 香氏是三十个人录取一个, 惠氏是十个人录取一个, 所以民间会有金举人, 银进士的说法。 当然, 虽然有金举人, 银进士的说法, 但举人的前途命运 还是远远不及近事, 特别是在明清时代, 六部尚书, 总督巡抚, 以及殿阁大学士等高级官员, 都是为进士准备的。 一名举人, 没有立下特别的功劳, 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担任以上要职的。 清朝明臣左宗堂, 二十岁就考中了举人, 之后三次参加进京会试, 军名落孙山,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 他这辈子很有可能就在乡下种田过日子了。 为什么又有穷秀才的说法呢? 这是因为童子室虽然是最低级别的考生, 可难度并不低, 童子室包括县市, 府市和院市三个阶段的考试, 这三个阶段的考试难度有多高呢? 有的人, 到了白发苍苍, 都还没有通过童子室, 依然只能被称为童生。 在古代, 读书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 只有家底阴时的家庭, 才功得起家里孩子读书, 一般中等收入家庭, 往往没读几年书, 家里就给读穷了, 最后哪怕侥幸通过了童子室, 考取了秀才功名, 家里也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你看, 穷秀才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穷秀才也只能继续往前考, 因为接下来每过一关, 他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考取了举人功名, 就具备了当官的资格, 能不能当上是另外一回事? 哪怕他此后会考落地, 回来后还能获得学官一类的官职, 在政治上, 举人社会地位高, 基深当地名流阶层, 能够与府县级别的地方官平起平坐, 在经济上, 举人不用交税, 不用出摇曳, 还有更多收入来源, 国家会发放一定数额的读书补助, 这点补助不是很多, 但足够普通家庭开销, 许多人会将自家的田产, 房产挂靠在他名下, 这也是一笔丰厚的收入, 秀才, 举人, 近世在选拔难度, 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 经济待遇, 教育, 婚姻等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 这种差别体现了古代社会科举制度的严谨和规范, 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 然而, 这种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古代世子的奋斗精神, 他们通过努力学习, 争取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 点个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